這樣就錄影了 好了 好 2015年 Part 2 10月28號 星期三 為您現場報導 林峰縣下落球箱的 現場 現在也要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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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距離 紗 outward 和 作圓 地 河丘的经历非常美丽 身上比较绿型的地貌 接下来小楼 每人弄完之后 又去参观的叫做花瓶岩 花瓶岩呢 出入在这个小楼岩 大概有9公斤高的花瓶岩 大家也是小楼的地标 接下来我们去拜访了 火球乡的香檳代表会的主席 叫做玲瓏嘉主席 所以非常的客气 大概我们寒暄问候一下 我们现在就继续骑程 再看一下这边 这个是我们的小楼 鞋鞋鞋鞋 这样的话 就会有点赞 而且浙江的美丽 都是有专人食物呢 可以从来想象 都不用自己骑 还可以做现场的事 是的 不完全是有帅哥 一路带着 激动 非常嚣张 心情激动 心情激动 是啊 是啊 然后还会我们准备了非常富有的 台湾当地美食 放过等一下还会品尝到 应该是非常严肥的一路 因为早上的一路 因为早上的一路 昨日的登餐非常可口 很适合我们这家人 是一路的一路 一路的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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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